我大哥有告訴我 我要打這個老闆 要像那個 那個吃早餐吃三天對不對 原來老闆就像馬祖母的生風光 有這位盡情的大隊力罵開路 所以長期的人必須遵守嚴格的規矩 而且只能勇往直前 如果就地回轉或倒退 是萬萬不可的大忌 可是每年所走的路線並不一樣 要走到這條路 現在怎樣 現在就要走 當神叫停下來 由靜止轉變成搖晃擺盪 叫做走走 這時候叫旁邊的麵情路 會配合走走的速度推動路線 我來白山燉馬祖母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決定路線和方向 帶到所有的人走到北港 希望我也有那種福氣 可以為我們客母子感謝 謝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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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哥告訴我 每一年的吃月十五 他們會向馬祖二杯 確定進香氣咖的時刻 含到北港豹田宮馬祖廟的日期 以及進香完完 結局的時間 除了這三個時間確定以外 一路上都要靠馬祖沒驚叫 來國電路線 含效果的地方 我覺得這種特殊的進香方式 是依靠著神與人之間 絕對的情感互相牽引著 好 如果呢 你在這個馬祖的轎面前 轎呢 經過他的身上的時候 就是會得到 馬祖伯的一個庇佑啊 還有一種 保佑這樣 的一個意思 我後來有問大哥 是不是每個人 跪下來都會讓他經過 他說不一定 什麼狀況都有可能發生 有時候 轎子會停下來 有時候 馬祖伯會直接從你旁邊 繞過去 毫不留情的 那就看你的誠意夠不夠 不過所有人的心裡面 都無法預知 下一分鐘 媽祖會將帶大家走向何方 就像是去年回城北上時 馬祖伯帶大家經歷了一段 刻骨銘心的路程 《真正的路程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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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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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說八三燈媽祖母已經四十年不得了客了 因為古早時代交通不方便 要去北港進郊不得了客過水是不夠為 只是今天社會這麼進步 是怎麼媽祖母要帶大家到客流水客 這實在是輸人想都沒有 來吧 寮客的家鄭港 媽祖母又帶隊燒爐去 不然有車動到路 大橋越有越厲害 教班用師就要買步順口才動不掉 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 媽祖母是很高興的 媽祖母要去散步看風景 所以走下去搶花瓶 親像要讓大家心情放輕鬆一樣 在我們拍攝的過程中 雖然走了七八公里的路程 可是大家口中所津津樂道的事情 都無法親身體驗 不過人與人之間互相扶持的情感 神與人之間無法遠遠的信任 早已默默地生日在我們的心中